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刚刚讲到南瓜富含β胡萝卜素 玉米其实也有玉米黄素叶黄素 这些营养素都是眼科医师很推荐的 对 像南瓜的β胡萝卜素 其实它是维他命A的前去物 那我们视网膜里面有一个专门负责夜间视力的 叫做感状细胞 那它上面有一个物质叫做氏子质 那它就需要这个维他命A的前去物 来去形成这个氏子质 所以南瓜里面的β胡萝卜素 其实它是可以预防就是夜间视力模糊 是我们所谓夜盲症的情况 那另外它对肝眼症也很有好处 那玉米黄素跟叶黄素呢 它就是眼科就是最重要的元素 因为它不但可以出现在视网膜黄曼布上 它还可以进到水晶体里面 那我们先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有一个50岁的女性 那它原来它就有近视大概800度左右 那它已经开过近视雷射 那800度以上 其实我们那种就是算是比较偏病态性的近视 那大概十多年前 它已经把近视处理掉 可是它其实它用言习惯并没有很好 再加上那个手机的推波助澜 它就说它两周前有一天晚上 它就是躺在床上那关灯看手机就追一句 那追到可能就是它就通宵追 那追到什么时候停下 它突然觉得它怎么眼睛好像看不清楚 它就觉得可能太累了 因为它可能连续追了四五个小时 都快天亮 它就想说那点个药水赶快睡觉 可是它自己这样子持续点 它以为是疲劳干涩等等的 那结果它点了两个礼拜都还是视力模糊 那它就跑来检查 那我一看就觉得这个除了干眼症之外 它的近视从原来的零度 因为它做完近视镭射 有一只眼睛突然变成四百度 对那我帮它散瞳检查之后 就发现原来它是得了白内障 它的水晶体就在它长期这样子过度的使用 而且是在夜间就蓝光的照射之下 它的水晶体就被煮熟了 好像水晶体它变厚之后 它就又开始变得比较凸 那它就会再度的出现近视 那我这边其实要真的要提醒大家 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手机好像没有像日光灯 或像那个太阳的紫外线那么强 以前早期我们都会告诉病人说 要怎么保护眼睛 就是外出的时候要戴太阳眼镜 可是我发现现在好像大家生活形态变了 好像都没有外出晒太阳 现在晒的都是手机电脑的蓝光 对所以其实现在眼睛有问题 其实问就是问问那个他的生活时就是工作室 几乎都是至少超过八小时以上盯着手机跟电脑 所以这个这个部分真的要好好调整一下生活作息 那另外就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补充上 就是真的要切记要营养均衡 如果是针对眼睛的部分 像那个玉米黄素叶黄素 它可以进到水晶体里面 就是可以抗老化抗氧化 那可以保护我们的水晶体 不要那么快速的被就是变成白内障 上次的同时请教一下林医师 天气阴冷 还有很多人是眼睛容易有肝眼症 肝眼症其实它是一个 不是什么很严重 可是却很困扰的一种症状 那我门诊就是有 有一个大概30多岁的上班族 那他因为他每天都戴隐形眼镜 那他自己自觉没有什么肝眼的症状 可是因为他戴隐形眼镜 他每天会戴超过12个小时 那我们都知道软式隐形眼镜 他都会强调他的高寒水量 那寒水量的多寡 就在乎那个隐形眼镜 会不会吸眼睛的水 所以他戴高寒水量隐形眼镜 就表示他眼睛的水分 都吸到那个镜片上 所以有一天他隐形眼镜拔下来之后 他就觉得眼睛很刺痛 那他以为是有点发炎 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再把隐形眼镜戴上去之后 他还是看不清楚 后来他就来门诊检查 就发现他的角膜 已经全部都脱皮了 因为他在把隐形眼镜的时候 那个水分已经全部在隐形眼镜上 那眼睛已经没有水分 所以他等于是把那个 角膜一些上皮细胞 跟着隐形眼镜 就一起脱下来了 所以他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的角膜就整个像毛玻璃一样 他是整片刮伤的部分 那后来就请他一定要停在隐形眼镜 那要点人工累议 那减少用眼时间 那他的视力大概拖了 快两个礼拜才恢复正常 那另外就是说 针对肝眼症这个修复的部分 我们也会建议病人 他去摄取一些维他命A 因为维他命A 像南瓜里面 维他命A 他会增加那个角膜上皮的修复能力 那但是呢 维他命A 因为他毕竟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所以我们也不建议一下子 就你为了要好 那一下子摄取太多 因为如果维他命过量 他也是会中毒的 可能有的人吃过量维他命A 他就会有头晕 头痛恶心想吐的症状 那我这边会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要摄取维他命A 来保养肝眼症的话 如果以维他命本身来讲 你大概就是一天摄取 大概一千个单位就可以了 那如果太太过量的话 其实对眼睛 对身体也会有其他的伤害